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叔叔 那很多初次买房子的人不明白什么叫3加1 听了很多人说3加1 其实3加1它的意思是三个月加一个月 那一般上我们在买房子之前 我们会通过中介所谓的agent 带我们去看那个房子 那房子如果我们看上了 那价钱谈妥了过后 他们就会有一个offer to purchase 让我们签 我们签这个基本上现役就是跟屋主提议 我们要买这一个价钱来把它的这间房子买下 只要屋主就是所谓的卖方同意 他就会在这一张offer to purchase上签名 那基本上初步的合约那已经形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就是向银行方面去申请贷款 一旦房屋贷款批准了过后 我们就会找一个律师来处理我们的买卖合约 那买卖合约在马来西亚一般上正常的程序 就是会有三加一的一个情况 三加一是怎么算呢 基本上就在双方签了买卖合约 我们称为SPA Sales and purchase agreement过后开始计算起 那要注意马来西亚的房产基本上有分为两大类 那就是所谓的least hold和free hold 我们看他的企业就是所谓的title title上如果写着我们在转换名字 必须要跟地方政府申请准证 我们称为需要consent 在一般上的马来文称为surat government run 如果需要的话那基本上三加一将会在申请到consent过后才开始计算 那个日期 那三加一我们必须要尽快让律师去处理个名的事件 要知道三加一就是说三所三个月 律师如果在三个月里面无法完成整个个名程序 那还有加一的另外一个月 一定要确保第四个月一定要完全割完名 然后把宜额银行催银行如果我们是贷款的话催银行把我们的房屋贷款release给我们的sale了 如果不是超过第四个月过后进入第五个月 其实卖方是有权利把我们的10%给完全forfit了 那什么是10%就是在我们签sales and purchase agreement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一般上的程序就是卖方已经拿了10% 我们的房屋贷款是90% 如果超过四个月第五个月的时候卖方是有权利把整个买卖取消 然后那10%他们是有权利不推还给我们的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要留意 所以记住当你买卖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杜促你的律师根据买卖合约里面的条例 赶快把个名程序尽快完成 在少于三个月那是最理想 那超过四个月会有这方面的危机 大家注意啦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有关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的项目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